第三呢 世经学很重要 为了更多理解原文 圣经原文 学习希伯来语和希腊语言帮助大吗 有必要 帮助大小是因人而异 有必要 为什么呢 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不学原文 我们就不可能明白这个圣经真理了 上不了天堂了 这个讲不了道了 不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 哪怕是你现在市面上的好的注释书 好的译本很多 你纯粹把各种 我们说的是正常的译本比较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 过过译本 能够了解圣经当中的 真正核心的意思 有个别的经文 当然我们要参考一些什么 圣经难题啊 或者试经专业的试经啊 各个作者对这段难解 经文的理解啊 这个要辅助 哪怕你不懂原文 也可以深入研究经文啊 当然为了更好的去解释圣经 理解圣经 懂一定的原文知识 是非常有必要的啊 比如说你读了中文 中文英文 你发现中文英文之间翻译有些差异 那原文到底是什么 这两个都是译本嘛 那你看原文的时候 你虽然不能独立的把一句话完整的翻译出来 但是哪怕根据某一些什么动词的词形啊 时代啊 你可以分析出中文有些无法表达出来的那样的意义 而且原文里面可能会有更丰盛的意义啊 多种可能翻译的可能性 那么你就让你对经文本身有个确认或更深的理解 当然你要说学了原文 你也别掉入到那种陷阱里面啊 好像我学了原文 我就直接用原文读圣经 那个不太可能啊 你那个道硕读三年 有少数天才以外 能够独立的靠着原文单独的去解经 这个直接看希伯来文希腊文原文解释 这样的也有很多人是这样的啊 但是这样解释以后 我是不是就不需要参考别人的注释 或者什么样的呢 不是的啊 危险很危险 为什么 我们用这点时间学到的那些原文知识 能确保我真的准确无误的解释圣经吗 那些圣经学者他们是 不只是学原文啊 很多的综合性的知识 所以试经是一个综合性的技术 需要多方面的技巧和知识的一种工作啊 所以不只是取决于你懂不懂原文的问题啊 原文我之前也跟大家讲了 还有解心的时候要注重文脉嘛 一解经文一个单词要跟那个句子放在句子来理解 那个句子要在那个文的段落里面 还有大的段落临近的段落 去综合来看作者到底在讲什么 所以不只是原文的意思啊 还有对文学的理解 对这个题材啊等等 还有一些背景的知识啊等等 综合性的知识啊 所以我们学试经学 试经法 原文 什么概论 圣经地理 圣经历史等等 这些好像都是碎片的 但当你去处理具体经文的时候 这些东西就被吸收过来 综合的来分析这一段经文啊 所以学习原文有益处啊 也是必要的 但是如果真的没有机会学 也不要沮丧 拿着好的现在中文版 这个合合本 其实也不是很烂啊 不要想的那么 那么悲观 好像不读原文 就没有办法 获得正统信仰一样 不是的啊 所以只要你好好去读 按照试经法 那些基本原理 比如说 不要只是盯着 段章取义 一解经文 你要按照文脉啊 或者是题材啊 或者等样 尊重那些基本原理 去阅读任何书的时候 都可以 很大程度去把握 这个作者的意图啊 所以不一定原文 当然 现在的参考书 这个工具书也多 除了一些 比较有水平的 这种注释书 它直接给你 这个什么原文列出来 然后它的分析啊 词汇的分析啊 什么词源啊 文法啊 都给你解释 当然这个啃这个的时候 你要懂点原文 你看有意思 不懂的话 就只能是 赵葫芦画嫖 或者鹦鹉学蛇 这样的情况很多啊 还有一些时候 你参考一些好的 那些工具书 什么词典呢 等等 可以辅助性的 当然 那这种参考工具书 就完全取决于 你对工具书 本身的信赖了 为什么 你自己不知道吗 你没有办法 确认 你只能说 工具书这么说的 我就这么信的 这是公认的 权威的工具书 然后我就相信 工具书是 比较有权威的 是公认的 比较值得信赖的 那我就信他 所以他解释就是对的 只能以这种前提去处理 不然的话 如果你学了一定的知识基础的话 你去参考工具书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性的去评价 工具书来使用 来使用 你可以去呢 他说的是对等等 不然的话你就完全凭着对这个工具书本身的信心 去相信他解释的是没问题的 所以有可能的话 学一点好 但是要避免 因为在韩国也好 在中国也好 出现了一种所谓的原文解禁 就脱离背脱离文脉 脱离这个所有的其他辅助性的知识 只是原文这种解析 这个动词的形态 什么时态 什么什么 这个语格 受格 什么等等 分析 结果很多异端都是从这种纯粹的原文解禁里面出问题 要么他就忽视文脉 要么他就根据那个词 某一个跟文脉不符的意思去延伸出来教义 这句话 那个原文里面词很多的 一个单词里面很多的意思 那到底你怎么翻译 怎么翻译取决不是你 而是取决于作者在说话的过程当中 哪个词意跟这个整个文脉更自然更适合 你要决定选择哪个哪种翻译 那很多异端呢 他为了主张自己的主张 所以他们会忽视这方面 他也说我是根据原文来的 但是没有基础的真的就被他忽悠住了 所以不一定所有的原文解禁都是得出正确的结果 还取决于综合性的 所以我说诗经这个是工程 这个工作是一个大工程 是个综合性的工作 不只是取决于你会不会希伯来文 希腊文 所以要学 有必要的学 如果实在学不来 你也别沮丧 参考好的书籍 然后谦卑的祷告 按着一些诗经的原理 去正常的读经 也可以了解经文的意思 实在难懂的 什么叫做芥菜种的比喻 怎么芥菜子会长成大树的 活在中国的人 当然据说中国南方有这样的树 那有一些人就不理解 像我活在北方 芥菜就芥菜 再长高 顶多长不到一米 是吧 五六十公分就了不得了 怎么能长成大树 甚至鸟还在顶上大窝 住在上面呢 这种现象 在我的经验当中 是无可理喻的 但是你去查考一些 古代近东 这个相关的背景 什么圣经里面的植物啊 等等 那样的书籍的时候 原来在某个地区 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植物 在我们经验当中 我们不知道的 比如说我们说的 这个到底 这个橄榄 圣经里有好多种橄榄 不是一种的 所以免得我们就错误理解 所以不一定非在懂原文 但是懂了有帮助 但是也别那个懂了一点原文 就颠狂了 好像否定其他辅助性的 必要的知识 然后就好像靠着原文一点 就可以完全掌握圣经本意了 不是的 所以在研经过程当中 懂一些原文是有必要的 但是不只是懂原文而已 好 好